我以前也是前学森的病 是两弹一星中间的一个小星星 我之前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唠叨的小老头 穿着皮衣 整他那个小头型 每天早上五点半去跑步 一跑跑五公里 每天 现在也是 他这一天跑三次 就是导致我很惨 我跟我爸都很惨 就是五点半起来 他先把我爸大嘴巴的山行陪他跑步 然后我爸跑完之后给我爷做饭 然后我爷就开始看报纸了 然后我爸就大嘴巴的把我山行 让我去跑步 然后跑完回来我再吃饭 然后再去上学 这是我的生活 然后在19年年底的时候 我终于知道我爷爷是干什么的了 他现在已经82了 他的部队才允许在19年年底解密 他是负责把山掏空 让山能撑得住 是山的同时 在里边放核武器的工程师 他的回忆在四川盆地 秦岭 青海 甘肃 因为兰州附近有个河城 在嘉与关 然后包括新疆 都是他战斗过 也是建设过的地方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父亲跟我姑姑 还有我奶奶 他们三个是在暴击自己长大 就是我奶奶带着他们 只能知道一个信封里边是我爷爷的工资 然后里边没有写任何东西 就写给你的钱 没有 我爷爷跟我说这些事 是戴着眼带说 但小老爷子 就是自尊心很强 我知道他已经哭了 但是他不擦 不擦眼带 就说 你看这是你爷干的事情 这个东西你爷爷也参与了 就是这个是 当时我跟我战友的照片 你看后边是谁 所以说 当时我们一家 在听我爷说话的时候 我妈没帮助 反正是 然后我爸是我已经看出来了 就沿着在 在眼眶里边打转 但因为我在 他肯定不能哭 我爷说我爸是败家子 就因为我爸 我跟我爸特别像 就是他到 他初中高中就不好学习 就天天就是打架 就是谁敢欺负他 敢欺负他的朋友 就很狠 然后甚至在他那个事 已经很出名了 大家都认识他 都不敢惹 然后我爷知道了 因为那时候是写信嘛 我爷知道了 就跟我爸说 你给老子滚 从陕西沟滚 然后我爸就滚了 他滚到新疆守边境 去了那个新疆境区 谁也不服谁 因为他确实能力强 能打 能跑 射击又准 标兵 12天入党 守了三年 这三年很特殊 是1982年到1985年 打仗的时候 招兵 我爸第一个报名 说我要去打仗 然后 他的领导说 我们现在招兵 是有要求的 不是武警就能去得了的 你必须得是武警中的第一个才能去 然后我爸就在 雪地上 趴着 打靶 一趴 12个小时 只为打准那一个东西 然后打了一周 成绩考核全是第一 全军第一 包括代表他们军区参加射击比赛 全军第一 然后我爸说 现在我能去打仗了 他的领导说 不行 我们对于 优秀的武警 是有要求的 我爸说 我要求都达到了呀 他说是身高要求 我爸说多高 那个领导说 一米七零 然后我爸说 我一米七五 就他当时不知道他自己多高 他说我一米七五 我一米八 然后他说 这个不是你说的 你现在就给我量 就让几个兵带他去量身高 一米六九 就是没去成 但是他的战友 他的朋友 有很多人就永远地留在了这个时间段 包括 我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老会出现一些 我觉得很奇奇怪怪的叔叔 就有的叔叔是坐着轮椅 有的叔叔是这边没有胳膊 然后我就问我爸爸说 这些叔叔怎么了 我爸不愿意看我 因为我知道他流泪了 他就跟我说了一个字 滚 那我就只能滚 我要再说他就来打 我就走了 然后到长大一点之后 我才问 他说这些是他的战友 我们家有个规矩 从一年级开始 离三百分差多少分 就一分一个军用鞭子 就通常来说 从我小学一年级开始 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考完出成绩之后 至少有一周 我是趴着睡觉 因为那个鞭子真的太猛了 就只能爬着 整个屁股就是看不了 我就跟我爸说 那个教育学专家 谁谁谁说了 说如果在孩子青春之前 青春期之前 这么压抑孩子 就会像弹簧一样 等到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就会爆炸 他说来你过来 我当时觉得 整个世界观崩了 然后到初中的时候 就真的爆炸了 当时初中的时候 是中毒抑郁 加躁狂 加被迫害妄想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每次九点多 下丸子洗 我妈接我坐在驾驶位 我坐副驾驶 我干的什么事 就是拿头撞挡风玻璃 就是用最大力气撞 然后拿拳头打车窗 砸车 然后一下车就直接拿 拿头直接就撞往下车 那个前板 然后撞到满头是血 我不疼 我就接着撞 就撞到我觉得 我考试成绩 为什么考这么不高 撞到我没法想 这个事为止 但是止不了 因为我脑发太硬了 我感觉 然后我爸就疯了 我爸觉得说 你现在给我滚 你现在给我去精神病院 就直接把我压到 精神病院去了 然后这是我妈上来 给我爸也罢了 说你够了吗 他是你亲儿子 你现在给我滚 让我爸滚了 然后我妈带我去 接受最专业的心理疾病 就是他可能 活了20年对于我来说 但是我看到了 他们的改变 就是他们也在学 因为他们觉得 这样做好像 确实是很伤害我 然后他们也做出了 很大的改变 包括在我家 以前吃饭的时候 是必须得是 姥姥姥爷先吃 然后我是不能动筷子的 然后如果动了 上去一巴掌 现在这种 这种氛围已经改变了 大家都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还能说话 之前我们家吃饭 不能说话 就是必须得把我帮你的饭 吃完才能说话 然后现在是 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说 已经有感觉 就有那个家的温馨了 我觉得 他们肯定做出改变 就尤其是我爸 其实我妈 她是教育者 她不是军人 就她是更随和的 就是我妈在努力地教育我爸 然后我爸在努力地自己学习 学习怎么教育孩子 包括她书柜里边 书就是 如何培养优秀的中国男孩 被她翻烂了都 说句实话 我学习真的不好 从小就喜欢打球 从小喜欢运动 然后就想 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了 就给我们家丢脸了 但是我喜欢体育 我就要考全中国乃至世界 比较牛逼的体育院校 那就是北体 我对自己非常狠 我自己只要一想睡觉 我坐第一排教室上课 只要一想睡觉 直接拿我那个铁盒 直接砸我自己头 砸两下还是困 再砸 然后老师说你砸了 我说没事 我去上厕所 就直接去厕所 就是那个教室没有暖气 没有空调 去厕所直接洗头 洗完头之后 拿那个训练衣服一擦 回去站着停 就是这种情况 持续了一年 到考试 发挥的还不错 我觉得我很厉害了 就是我作为一个陕西的孩子 我考北体了 而且比很多孩子都厉害 因为我其实接触篮球 是初中才接触的 跟我一起考都是从小接触的 他们是从小的职业队 包括广东的省队 各个省的省队 包括有国家队退下来 跟我一起考 结果算下分之后 我比他们至少高好几分 就以第十 第二十五的成绩进了背体 也是我们那一级 一七级 唯一一个通过篮球 考上我们学校的陕西人 其实我当时 初中高中的时候 一度不能原谅我爸从小打我 但我现在不是原谅 现在我是敌意